大家好,很久不见了 有不少观众都问我们党师教室为什么没有了 放心,不是没有了 今天继续由我和我的好朋友Alan 继续为大家送上党师教室 大家记得赞好、留言 还有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党师教室开货了 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是普天同样的节日 但大家知不知道1941年的香港 其实经历了一次黑色圣诞节 当年的慘况是绝对可以和南京慘案相提并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Alan 1937年的七七奴九桥事变后 日本正式侵略中国 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之下 无论是华北、华中、广东地区都被日军侵占了 当时人心惶惶 大家都很怕南京大屠杀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再次发生 由于英国政府宣布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香港一直都相对算是和平和自由 而且英政府都说如果日本人打过来 香港是有足够的英军和资源还击 但其实7月份 英国政府已经强制安排了大部分英国人的老婆和子女 去澳洲躲避 直到1941年12月8日早上 日军出动了36架军炸机 密集式军炸的奎德机场 英军的5架军用战机全都炸了 原来英国人说到自己这么厉害 其实总共只有5架飞机的保卫香港 但想起当时英国本土都被纳粹德国攻击 谁有空来你香港吗 随便说全力防抗 怎料你帮人都信了 就像BNO那样 但因为香港突然之间所有空军的战力是没有了 变成日本的陆军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他们真是由深圳福田 过境进攻 錦田平原 长驱直入香港境内所有地方 基本上没有遇到英军的抵抗 顺利地很快去到醉酒湾防线 即是我们现在的葵芳村为起点 去到东城门、金山、北架山这一带 终点就是西贡 看回资料 其实当时日军预计用一个星期以上 才攻破醉酒湾防线 怎料一日多些就已经全线胜利结束 12月11日英军全部撤退到香港岛 日军的总部就设立在现在的九龙半岛酒店 到了12月13日日军已经开口 叫港督杨慕琪投降 但是杨慕琪拒绝投降之后 日军就不停轰炸港岛 当时香港市内已经陷入了恐慌和粮方 不止是粮食短缺 连基本饮用水都成问题 175万香港居民不停四处奔走 听说英军投降之前 已经有几千人饿死在香港岛 这场香港保卫战的军人 其实是来自不同地方 包括有五千名英军 四千名印裔英兵 二千名是加拿大兵 和千多个华人兵 大约加上一万人左右 但日军总人数达到五万 足足是这班集牌军的五倍 当时英军部队一直盼望 蒋介石部队可以在深圳 打回来背面攻击日本出现 但永远都没见过它出现 在这里顺带一提 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华籍英兵 参与了这场香港保卫战 因为殖民地的关系 亦都因为国民政府自己 不帮忙保卫香港的问题 所以华籍英兵一直都没有得到 香港历史上的一些重视 我在几年前有幸访问过一个朋友 他现在离开了人世 他是当时有参加香港的保卫战 他说他和同学一直由现在的湾仔 入军登岸打打打打打到 经跑马地上去黄泥冲峡 即是现在的香港木球会 他说看着这些同学 就沿着南塘道 一直被日本人追到跑马地 就被人打死了 他们就在黄泥冲峡那里 奋勇地抗战 其实到现在都在那个战场位置 经常都发现一些战时的炸弹 所以我几年前 和一个香港的外籍历史学家 他说不明白 为什么木球会的会籍卖这么贵 下面全部是炸弹 去到12月18日的夜晚 日军登陆了港岛北北角志 稍微玩一大 12月19日黎明之前 日军已经占据了柏甲山和北拿山 守军被迫向赤柱方面撤退 之后终于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 10月25日黑色圣诞节 凌晨4点 日军加入当时 临时征用为军方医院的 圣事提反书院 当时书院里面有百多名伤者 所有护士都穿着制服 戴上红十字的袖章 当时因为是圣诞节假期 大部分学生都不在学校 只有60名海外的留学生 留守在书院 还有一些校内的职员和神职人员 有幸存者的艺术 日军进入书院后 就开始用刀杀害伤兵和职员 有伤兵遭到枝解 连耳、眼、条舌都被割了 女护士亦遭到侵犯和杀害 有教职员为了保护学生而留下在书院 结果亦被日军射杀 尸体还被日军用刺刀反复穿插 文献记载了这场大屠杀中英国护士的姓名 但遇害的华裔护士身份 至今未能确认 那圣事提反书院大屠杀之后的早上 总督杨慕琦也发表了圣诞文告 在文告中还跟士兵说 我们要继续去奋战 到了下午中午时 杨慕琦还在说香港尚能抵抗 我们拒绝投降 到最后杨慕琦都没办法 决定投降 从这一天黑色圣诞开始 香港进入了历史三年零八个月日渐时期 当时战前有大批内地文化精英 被战略来到香港 甚至为香港带来新文化时期 令到当时的文化事业空前范荣 各大新报章出现 很多抗日电影都在香港开拍 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扩大抗日情绪 而香港这麽强烈的抗日意识 就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 淪陷之后 日军对待香港平民有多残酷就多残酷 相信也不需要多说 香港淪陷期间可以说是完全制度崩坏 之前Alan也说过 粮食严重短缺 一出街会见到饿死的人在旁边 其实还会有可能见到人吃人的情况出现 其实日军还捉了很多人 幸运地就捉你去赤柱拘留下 或者顶多捉你去男人卖猪 但运气不好的那些 就捉了你去佐敦伊丽莎白医院 把他们放在坑里面杀杀算了 当时日本是有计划减少香港人口 因为将他们所谓认为没用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清除 省下粮食的那些 总之当时日日有人说失踪 但有些说法就会回到乡下 但当时也挺难回到乡下的 虽然这个话题很严肃 但也可以说一件当时日本占据的时期 一些有趣的东西 为了表示歌舞声平 大家是什么?马照跑舞照跳 日军都是一样 当时就继续跑马 但是因为供应问题 已经是没有了英国来的那种纯总马 即是我们现在在马场见到那些 初初就开始找一些日本的军马来跑 你知道那些爆发力是跑长途的 长途不是马会的长途 什么2000米就叫长途 那些是用来打仗的 就找这些军马来跑 自然没有那么好看 慢慢的军马也死了 他们甚至是用木马来跑 为了维持歌舞声平的景象 其实中国共产党知道日本侵港之后 就指示白路军发出营救行动 要求港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派出武装人士分别在沙头角、元朗、西贡、烏交腾 这些地方潜入香港 以邓胜族人为主的黄毛应村 在西贡一条人迹刊志的小村落 当时西贡相当混乱 村民一见陌生人入村 就先入团为主当他们来抢东西 一有次有班人进来 不偷东西、不抢东西 还很客气 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班人 就是抗日游击队 当时日军占领西贡 玫瑰小堂限制在这里 就干脆改成游击队的据点 由根据地 游击队就开始进行任务 也成功吸引越来越多本地人参加 1942年2月3日 以新界原居民为主的港狗大队 就在西贡教堂正式成立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 东江中队下的港狗大队 东江中队日夜研究研究方案 他们计划是要拯救 那些滞留在香港的 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 其实在六个月里面 他们试过扮小贩 去混入机场里面 潜入地下水道 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成功在日军手上 是够了六百多个国界知名人士 其实里面都挺复杂的 包括共产党人一定有 民主派人士 作家、漫画家、演员 就算是国民党 或者不同国籍的士兵 他们全部都会帮助 而且在这个行动里面 它是接应了二千多个要求 去到中国内地参加抗日战争的香港青年 当时一位美军的飞虎队一级中围 唐立德克尔被东江中队所救 后来他又写了克尔日记 结束了当时香港轮陷期间 东江中队營救美军飞行员的事件 他将历时二十七日的备救过程 完整地写在日记上 说他如何经历惊陶亡 最后平安归割 克尔的儿子戴维说过 父亲曾经郑重地向他形容 中国是一个伟大有善的国家 可惜这位克尔中卫 没有机会再回到中国了 他儿子在整理他父亲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张錦旗写着空中英雄 克尔中卫留念 为洋平山人民敬阵 他还有一张手绘地图写着一句 跟我来我带你回家 这件事是进一步激发他回中国 寻找当年救他父亲的人 于是2008年 他儿子带着他父亲留下的珍贵史料回到香港 是真的见到东江中队的支持 和他们的后人表达感谢 港九独立大队除了拯救行动 还积极对日军发动攻势 包括派短枪队 袭击日军据点 截击日军运输队 捉汉奸 发动子弹战 到处派发抗日宣传单仗 还与东江中队护航大队互相配合 保护渔民和海上航道 又破坏日军的海上运输 有学者也指出 这场保卫战对香港其中一个重大影响 打破了英国人高高在上的形象 战前香港由法例上到精神上 其实有很多歧视 包括当时我们华人规定 不能在山顶过夜 华人不能进入香港会 当时英国人永远都是第一 我们经常说这些叉南亚人 其实当时都是排第二 比我们华人高 怎么到现在变回 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歧视差 而且也令到英国人 开始觉悟香港的主权 始终有一天要交还中国 香港著名的历史学者高天强说过 中国始终是战胜国 怎么能够容忍殖民地 长期被英国霸占呢 到郭良雄成为港督的时候 他已经提出没有办法回避 最终需要交还新界给中国 而没有新界的话 香港岛和九龙根本没有办法生存 为了降低当时 华人和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意欲 才有阳慕期的大建公屋计划 开始强调香港的城市精神 提高市民的参与度 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开始改善 教育开始改革等 很可惜这些历史更少人说 从黑色圣诞开始的三年零八个月日治时期 其实是香港中三的教科书 用了一页子轻轻大 所以见到今天的香港 很难以想象当时的惨犯是多均裂 新一代的年轻人 完全不会知道这段黑暗日子 不会明白和平是多得来不宜 2019年时 其实居然还有黑暴去破坏 国家级的抗战为止 烏焦腾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去侮辱中华民族烈士 东江中队港狗独立大队 现在有个老游击战士联谊会 联谊会会长林真女士 为了确保这段历史 不会越来越少人知道 他们举办了一个 东江中队港狗独立大队 80周年的图片展 由11月27日开始 在香港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展出 希望给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 我所知道展览会会到明年6月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西贡走一转 看看看看 说完这段不开心的历史 下集《党史教室》 我们就会讲下 共产党以来 除了周恩来之外 哪一个是最出名的外交官 大家又不妨猜下 究竟是哪一个 不妨留言下 下集再见 拜拜 李宗盛 他在查一下 一张都看看 该阳党以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